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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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欣欣 在五郎村儿子多的家庭 他们父母老了之后 是跟大儿子生活多 还是跟小儿子生活多呢 大家跟我了解一下吧 奶奶 吃饭了吧 吃饭了 你这怎么生活的 我给我生日想带一块 带一块儿去吧 今年多少年了奶奶 九十 可不像九十 给八十了 还给八十了 九十 看你生日梦好多样的你看看 你这几个孩子奶奶 三个 贵女三个小子 真好还没批女的 孩子没那么孝顺 不孝顺 这贵女一会儿来吧 来这个江州了 港州了 来看看你啊 三个那是 你这平淡的花给你孙儿过是吧 嗯 怎么给哪儿过 给大儿给孙儿带一队 带一队 嗯 那两个花呢 那两个蛋过 蛋过 嗯 大娘 你都是给你小儿过 你怎么给你大儿过 大儿没加小了 你大儿多大了的 六十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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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去世的 他中了二十年了 是中了还是有毛病 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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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是给你大儿就是因为 你那个 你小儿 你小孩没小过 你那照顾照顾照顾 他这个三儿才九岁 他妈妈就去世了 哦 有病啊 所以你给你大儿过 嗯 想要保住点是吧 嗯 照顾照顾孩子 嗯 这个原因是吧 嗯 想要别的原因都是 有的老子都给你 平常说 丁余俩的 都给你小的过 不给你大的过 大多数都是这样是吧 嗯 哪时候回收吗 奶奶 那位小 哦 就看着小 嗯 叶子香保密点小点 嗯 长小点 嗯 嗯 通过和奶奶的了解呢 奶奶说了 在我们农村呀 大多数都是跟着小儿子生活的 比较多 但是呢 奶奶跟着大儿子生活的 因为呀 他要照顾大儿子家的孙子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O